今天讲什么呢 今天讲就是这个科技股 到底是不是就是完蛋了 到底是不是要跌了 当然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今天大家最担心的 就是这个D&O 所以D&O是我们蛮喜欢的 为什么呢我们很喜欢这个股票 其实你问我到今天他是做什么的话我还不清楚 应该是电子还是什么这样子的板块 据我所知 不过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这个股票呢 就是因为呢 如果你是跟着这个system 去买这个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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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买的话 你会在这个股票赚很多钱 因为呢他就是 一直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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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当然呢很多人也是就是研究那个基本面的 所以呢我跟你讲这个基本面呢有时候呢 他们也是跟着那个趋势的 so example 最近最红的 最火的那个趋势是什么 就是电子车 所以呢不管你是做电子的 还是你是做螺丝的 你是做钢铁的 只要呢你讲我的生意现在也是做电子车的零件啊什么 那个fundamental呢 也是会去跟着那个现在的那个趋势 了解我意思吗 为什么我这样子呢 因为呢所有做生意的人他也是要看一下现在的那个趋势是什么 所以如果现在的趋势是Electric Vehicle 电子车做生意的人 本来可能是做那个电的 好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家族呢是做电的 发电厂的 OK可能那是他现在呢也是要转去做那个电子车的charging 所以本来是做发电厂 不过现在电子车比较红对不对 他们也在研究了 所以呢我不是一个 基本面的那个专业人士对不对 所以呢 我当然是跟你讲图表啦 OK所以图表呢 OK在这边呢 这个D&O 就是暂时来看了 他还是蓝色 今天掉4% 的确是不好 跌的话呢肯定是不好 不过呢 暂时 他还没有跌破他的一个趋势 传统的趋势 就是这样子画一条线这样子 所以在这边呢 这个趋势呢 暂时呢 他还是属于一个up trend 所以跟着我们的super trend 他还在这个线的上面 OK 所以简单的讲 暂时呢 super trend the system 他还是绿色 就是说 他还是健康 健康的话呢代表着 我们还是看涨 所以当然呢 如果他再跌 跌到5块 跌到4块9 这样子就不好了 所以暂时 今天这样子掉4% 其实不算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在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跟着这个system 从一开始的时候 6毛钱 如果你跟着这个紫色线 放你的stop loss 你到了这个4块3 6毛钱 到4块3这边呢 才有一个stop out 我们叫做stop out stop out就是被他踢出去 踢出去了过后 在这边进回4块7 到今天呢 还没有被踢出去 就是讲了 这场球还没有判断了谁输谁赢 就算呢 现在是判你输你还是赚钱 就讲如果现在被踢出去的话 你还是在你买进的价钱的上面 根据system来看 D&O呢 还是属于健康的 OK 其他的呢 Penta呢 这些 你可以发现到呢 Penta的话 今天 有没有掉 今天呢 掉了 然后再反弹 so 今天早上呢 我就讲 我就跟我们的一些team来讲 我讲这个Penta 其实呢 它 对我来讲 它是马来西亚的 腾讯 就讲呢 每一个国家 有它的那个最强的股票 所以如果我拿过去的五年来看 过去的五年或者是过去的七年来看 Penta算是呢 过去的七年来讲 最强的股票 所以呢 拿Penta来做一个 sample 来做一个sample of那个technology stock Penta的的确确算是一个大哥 所以这个大哥Penta 它没有掉 所以呢 这个就有一个一票是讲这个电子股还算是比较强的 ok 所以另外一个呢 就是Penta的好朋友 franken 为什么我讲是好朋友呢 就是因为过去五年 他们都是就是一起发达的 franken呢 今天又掉 对不对 今天掉 掉了一个 2% 所以这个呢 哎呦 DNO掉 Penta起 franken又掉 所以怎么办呢 OK 你要怎么样去看呢 我们要看的就是呢 到底呢 system 还是不是绿色的 所以如果system 还是绿色的 像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个position trade呢 它还是蓝色的 所以这两个system呢 是帮助我来确认 他们还是不是uptrend的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到呢 单日一天 是有一些股票 它是跌的 对不对 就是还跌的蛮严重的 这个 DNO跌4% franken跌2% 然后呢 当然呢 还有其他的 对不对 那些什么 Inari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有一些股票呢 它是有跌 不过呢 不是每一个都跌 对不对 Inari跌了 反弹 哎 代表呢 又不是讲很差 而且呢 这个也是一样 还是蓝色 super trend呢 还是绿色 所以你看完这些 最近有涨的股票呢 你会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讲呢 全部呢 都还是蓝色 全部呢 super trend呢 还是在上面 so basically呢 我们看的那个电子股呢 其实呢 都还在一个uptrend 所以为什么呢 要用system 因为呢 system 它不是单天 单日 OK 好像 如果股票掉啊 还是什么 它就讲 哎 不好了 不好了 OK 也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这个QES 它也是 掉很多次 对不对 掉很多次 掉很深 掉很深 不过 哎 如果是跟着这个 super trend 这个紫色的线 其实呢 它 从这边 OK 能够呢 就是帮助你 hold到这边 从一个 三毛钱 帮助你呢 hold到一个 九毛钱 所以呢 简单的讲 OK 你做股票的话 你必须要能够呢 接受那个股票 它涨了过后 然后呢 拉回来 拉回来的话呢 就是不可以拉的太深 OK 拉太深有时候会伤到 对不对 有时候你会心痛 为什么呢 本来呢 你是赚一万的 后来呢 变成两千块 你是不是会 会觉得 哇 要流眼泪 那个眼泪流在这边 对不对 OK 所以在这边呢 我想讲的东西呢 就是讲 如果你觉得 你的仓位太大了 在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呢 就是减少一点点的仓位 不过呢 整体来看 根据所有 不是所有啦 多数这些 大的电子股来讲呢 他们呢 其实还是一个 比较 比较strong的 你就算是看 这个ME 看这个 Francon Penta DNO 你再看 这个GridTech 你一发现到 overall 电子股 还是一个uptrend 所以呢 如果这个 market呢 真的是要崩盘 这样子呢 它不是 一只电子股在下 不是DNO 一个在下 是全部这些 所有的这些 ME啊 Dufu啊 Francon啊 DNO啊 这些 全部呢 一起跌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手套股 这样子 了解吗 OK 了解吗 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买手套股 为什么 我们能够呢 即时的 从这个手套股呢 出场 OK 为什么呢 我们能够这样子做 就是用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个方法 就是呢 你不是看一只股票 你是看了整个 整个sector 所以在这边呢 我就是还是就是要强调就是 我觉得整个market 如果呢 如果呢 你是看那些其他的股票 例如你看FBM KLCI 所以整个market呢 overall呢 其实 你问我就是讲 overall 马来西亚股市啦 如果你没有买电子股 或者是你有买其他的股票 多数的人呢 其实是不赚钱的 所以那些什么fund manager啊 在马来西亚的 如果呢 他不是只是买电子股 他没有中注在这个电子股的话 我觉得多数的话就是会被其他的板块拉下来 OK 所以其他的板块呢 就是那个拉那个market下来的 OK 好的 谢谢大家 OK 希望就是 接下来的几天 OK 我们的股票呢 继续的再创新高 好的 拜拜